區域發展 正對高雄舊市議會 局限歐四站土地開發 首建捷運連開工程進行中 未來完工總樓地板面積 一萬六千坪 吸引周遭受險金融 新創產業進駐 帶動周邊繁榮 除了坡店群樓以下 是做一些公共設施 比如說這裡設計所需要的 合作中心 這裡所需要的銀行 其餘的部分都是所有的 A級辦公室 那這對於我們整個是有信心的 也就是說會帶動前進去的發展 也在局限上的歐十三連開案 基地位於大東站一號出口 與大東藝術中心 大東勢力公園為零 透過軌道經濟加持 開創東高雄新榮景 它周遭是一個永久性的空地 它是有九點四公頃左右的 大東勢力 當然我們也會補足 這個地方需要的一些 相關的公共利益的設施 包含這個幼托 就是地域 那甚至於一些銀法俱樂部 所需要的一些活動的場所 歐十三大東站及黃縣Y10站 目前已經評選出最優申請人 Y10站基地在高雄站東重化區 臨近高一後裔商圈 生活經能好 更重要的是照顧年輕人 就有效的捷運綠色綠黃的整體結合 它不是孤零零的在人景道上 而是跟建築人整合在一起 任何一個捷運開發 其實是有一定的供應性 它的供應性就是必須照顧年輕人 不要把年輕人驅逐於捷運之外 只要把他們扣回來到這個城市 所以我們一定會提供出一個叫做青年宅 高雄捷運連開 城市翻新提升生活機能 帶動地方繁榮 全方位照顧市民 在林新聞 高雄報導